好了,同学们,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了今天的第三个环节,也就是关于近似数。 其实近似数也称之为约等约,我相信同学们或多或少都接触过这个近似数。 我们在求近似数的时候,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四舍五入法。 那么,比如说老师给你举个例子,像这个7254,如果我要求大家精确到十位, 那么大家来看,精确到十位的话,那说明十位以下的是不是应该约掉? 那约掉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原则了。 第一,你的学号约等约,就像两个漂一样,对吧? 约等约的时候,什么叫四舍五入? 就是我们不是要精确到十位吗? 那我们就看到各位,各位如果是四以及四以下的,我就舍掉。 如果是五或者五以上的呢,就往前进位。 这时候的各位是不是四啊? 各位是四,那我就舍掉。 舍掉归舍掉,那你可不能写成725。 舍掉之后要写什么? 要写零,对吧? 好,这是这个数。 那如果我再给你换一个数,比如说我给你写738。 738这个数要求也是精确到十位。 那同学们,这时候他应该写成多少? 嗯,很多同学已经想到了啊,这时候精确到十位,看他的下一位。 应该叫做看他的各位,对吧? 各位十八,满五,满五进一,那就变成七四。 哎,各位写零,所以是不是应该出来七四零了,对吧? 好,这是第一个事情啊,关于四手五入。 有了四手五入还不行,还有第二个事情,大家要注意一下。 因为很多题目并不是说让你精确到十位,那么有时候呢,他会让你精确到百位。 你比如说,同学们,如果这个七二五四,我让你精确到百位,那又应该怎么写呢? 如果他要求我们精确到百位的话,是不是我们就得看十位的四手五入了? 对吧?那看十位的四手五入的话,十位是五,所以满五进一,那就变成七三,哎,十位以内都写零。 是不是可以写成七三零零了,对吧? 哎,同学们,如果我把这道题再编一编,如果我让你精确到千位呢? 七二五四,如果我让你精确到千位呢? 精确到千位,是不是我们就看百位啊? 你发现百位是二,那百位是二,这个约等于多少? 哎,不,不足五,统统舍掉。 是不是就变成了约等于七千了? 好了,同学们,现在你已经体会到如何按要求取近四值了吗? 记住,精确到十位,那就看个位。 精确到百位,那就看十位。 精确到千位,那就看百位,往前看一位,对吧? 好了,不说这个了啊,呃,另外注意,呃,约完了之后,那个位以下的数都要写零啊,接下来,立题交给你。 好了,朋友们,到了我们的立题时间了啊,来,看一看咱们的题目。 第五题,某市在校学生,今年供值数,这个应该怎么读啊? 你看清楚啊,它分级已经分完了,应该读作十四万八千两百六十四颗。 这个数据四舍五入到十位,百位,千位,万位,各是多少? 好了,那也就是说,这一道题是不是应该是四舍五入四回啊? 各十百千,啊,没有各位是吧? 到十位,百位,千位,万位,是不是要四回啊? 呃,那我来前两个简单的,你来后两个男的,好吧? 好,哎呦,别着急啊,要四舍五入到十位,到十位的话,那说明十位以内的是不是要舍掉? 十位以内是四,各位是四,四舍,不要了,那我是不是写成142,14826,啊,不是啊,要写成148260,舍掉归舍掉,那个数位是不是还补灵站位啊? 注意,改写成约等约,第二个,精确到百位,那精确到百位,顺便百位以内是不是就不要了,四舍五入,哎,你发现十位这个是六,六要注意什么? 哎,往前进一位啊,往前进一位呢,应该是148300,约等约,十四万八千三百,对吧? 好了,那照规定我做了前两个呢,接下来后两个就得交给你了,来,大胆的选出你的,呵呵,千万别选出你的错误答案啊,大胆的选出你的正确答案, 好,选对了吧,那我们来一次看一下啊,精确到千位,精确到千位,说明你千位以内的是不是就不要了,哎,这是千位啊,你看啊,我这个分割线是,分割线右侧的是不要的,分割线上面的是保留的,对吧? 精确到千位,那就说明保留到千位,保留到千位的话,你会发现百位十二,百位十二没有任何净位,那所以直接舍掉,写,写,写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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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四十八,写一百四十八啊,你得补零战位,是吧? 所以应该是十四万八千 精确到万位 万位的话数就到这 那万位以内的准备舍掉 可是舍的时候你发现这是八 得往前进位 所以应该是十五万 对了吧 好大家有没有体会出来 老师在四手五入的时候 这个左右啪一分 这个方法还挺好吃的 好了那这个方法老师已经教给你了 那么接下来同学们 我们第二个扫雷 又来了 第二个 我不足提了 朋友们自己看一下 并且告诉老师 这两个小小的这个近似数 对还是错 还是只对了一个 选对吧 那我们来说了 第一个 首先告诉大家 第一个是sorry的 不对啊 你做的有问题 精确到万位 精确到万位 那我们就万位以内的 是不是就考虑四手五入啊 万位以内的你会发现是 1234 1234 你这个6 6的话 是不是要往前进位啊 好 老师 他往前进位了呀 他是往前进位了 9加1 9加1 是不是得再往前进位啊 所以你这个地方应该写成什么 哎 我应该写成 24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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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一数吧 好 连续进位啊 下一个 精确到千位 精确到千位 说明千位以内的 是不是就要不要了 千位以内的不要的 说明这个地方是9 特别往前进位 哎 人家进了呀 人家进归进 咱们说精确到哪 哪以下的 是都得写0啊 所以 不光百位写0 十位写0 各位也得写0 正确的应该是 8600 你明白了吗 好 我们的 早一句 就说到这 他一句话 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吗 你就明白了吗